OK,那我们继续来往后讲,那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咱们前面讲电码的时候,实际上设计到了一点Grade Search Grade Search,我们叫做山格搜索,然后实际上还设计到一点,比如说Grade Search CV这个类 那这个类它到底是做什么事呢?我们把这个内容补充一下 那这东西呢,它其实是关于这个模型的选择,我们叫做Model Selection模型选择和这个模型的验证的 那当然这里面它俩是离不开的,就是验证好,就是验证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评估的方式的情况下 我们来选择哪个模型是最好的,那这些评估的指标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那我们说这个评估的指标有哪些,首先大家第一个就要知道,最重要一个叫交叉验证 这叫交叉验证,何为交叉验证呢? 实际上,首先交叉验证这个词呢,叫做Cross Validation 这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它这个类里面为什么叫CV的这个原因 Cross Validation,交叉验证 那这个交叉验证呢,主要用于建模应用当中 如果一些回归建模,分类建模等等,都可能会用到这个交叉验证 那Cross Validation到底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在给定的这个建模样本中,这是我们M个样本 我们的数据集中,拿出大部分的样本来进行建模 也就是拿出大部分的这个样本来去试炼 来去试炼,然后留一小部分样本呢,来进行这个预测 那一小部分样本呢,我们叫做什么呢?我们叫做这个测试级 我们叫做这个测试级,然后呢,在这里面来进行这个预测 并求这一小部分样本的这个预报的误差,记录为我们的平方核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测试级,我们可以给它改名称 它是什么呢?Valid Valid Site,验证级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同学们,就是我们说一开始我们做记忆学 我们通常会把我们的数据集,这个地方我们说 一开始你有很多的数据集,比如说你有一万条数据 咱们就举个例子,那你要不要用这一万条数据去干什么事? 你要不要用这一万条数据去进行训练呢? 那这个地方你用这所有的一万条数据去进行训练 训练一个模型的话,比如做回归或者做分类 那它模型的准确率越高,就说明你的这个模型呢 对原来的这个一万条数据集呢,它的拟合程度越好 它的分类效果越好,但这是咱们做这个模型的目标吗? 不是,咱们说咱们的模型不管是分类还是回归 咱们的模型的目标一定是未来它的预测效果好,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去防止这个模型过滤盒 咱们会把咱们数据集怎么去做呢? 咱们会把咱们数据集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去做训练的 我们叫做train set的图里面 train set 另外一部分叫做测试集 我们叫做test set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训练一个模型 用谁训练呢? 用数据集里面的一部分train set去训练 比如说,举个例子 28开 那80%的数据 那比如说8000张数据来做训练 2000张数据 我们留着来进行测试 当然这个比例咱们之前讲过 你可以怎么着呢? 可以这个73开也行 64开也行 你90%训练 反正实来测试也行 那这个是防止什么呢? 防止过泥核 防止过泥核 那咱们还知道一点什么呢? 咱们想在写代码的时候 咱们干过这件事情就是 你为了去训练一个模型 你为了去训练一个模型 你很多时候你会去给这个算法 你会去给生成模型的算法呢? 传一些的超参数 传一些的超参数 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是这个 Learning Rate Learning Rate 学习率 学习率 比如0.1 比如说你会把学习率 这个不常调小点 0.01 甚至你还可能调的更小点 0.01或者其他的值 那你到底是0.1 更适合这个数据集呢? 更适合这个算法呢? 还是0.01更适合这个算法这个数据集呢? 还是0.01更适合呢? 那如果你要是每一次都去干嘛呢? 如果你要是每一次都去改这个代码 去来找到最好的这个超参数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很麻烦 你跑一次模型出的结果 你还记录下来 你改下这个超参数 你再跑一次 再记录下改个超参数 那是不是很麻烦可以吗? 那能不能找到一种 自动的可以选择什么呢? 最适应我这个算法的那组超参数呢? 那这个时候 人们想了一招 那就在训练的时候呀 你要在训练的时候 把这个train set 再次的给它切分一下 再次把训练的这个train set 这个训练级 你看这个长度都看出来了 你看这个条和长度看出来了 那这里面其实是我们更好用 称这个名称的或者叫法做做验证级 叫做valid holder或者valid set 叫做验证级 那验证什么呢? 就验证你这个超参数到底是合适还是不合适 合适还是不合适 当然你会看到它下面这个地方呀 下面这个图这个地方画了什么东西呢? 下面这个图这个地方你看到 它画了一开始这个验证级呢 是试炼级里面之后这一小部分 然后第二次迭代的时候呢 下一次迭代的时候去试的时候呢 它用什么呢? 它用大伙第二个这小部分作为验证级 其他的作为试炼级 然后大伙第三块作为验证级 其他作为试炼级 直到第一块作为验证级 其他作为试炼级 那它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呀? 它就是为了让你去验证的时候 验证的效果 比较好一些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你的训练级里面 有一部分正常的数据 但是你的训练级里面呢 保齐有一些不太符合常规的数据 可能是异常值的数据 那万一什么呢? 万一你切分这个验证级的时候 那小块验证级全部都包含了异常数据 然后其他的去真正去训练的时候 包含了正常的数据 那你说这个验证效果能好吗? 肯定不好对不对? 那它为了保证什么呢? 保证公平性 所以它这个验证呢 就要做好几轮验证 好几轮验证 那你把训练级一开始切分为多少块 它就会跑多次迭代 它也就会去验证多少轮 那这个地方所谓的轮次 什么的多少多少小块 我们叫做多少折 那像这个图里的话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它把咱们训练级分为十小块 然后呢其中一块作为验证级 其他九块作为训练级 然后呢 依此类推来改变这个测试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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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验证级属于哪一部分 能做哪一块分为验证级 那这个东西我们叫做十折交叉验证 这个我们叫做十折交叉验证 如果你把这个原来的这个训练级 呢分成咱们假设分成三块 分成三块 然后第一次迭代的时候呢 去验证比如说 说的具体点啊 比如说咱们把这个训练级的分成三块 分成三块 或者我从原始说吧 比如咱们这个数据级呢 在开始有一万条 然后咱们开始要去做的是什么呢 先分出一部分数据作为这个测试级 那比如说25%的数据作为测试级 那就是2500条数据 先把它抠出去 作为什么呢 作为这个test side测试级 那你用于试炼的呢 就剩下了7500条 然后这7500条如果去做交叉验证的话 那你要去看你去做几折交叉验证 如果你是做三折验证 他会把7500条平均分成三份 每个里面2500条 每个里面2500条 然后他去验证什么呢 他去试炼同时去验证什么呢 他去验证你超三数 比如说这个时候 去试炼同时去超难数是0.1 那要去干什么事情呢 他的试炼就是先把最后一块数据 作为验证级 作为VALID的验证级 其他的这第一块和第二块呢 作为TRIP 训练级 然后他试炼就是 把第一块第二块这个数据拿过来 训练一个模型 然后呢 跟这个 就是用第一块和第二块训练一个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有了之后呢 拿第三块验证的这个数据呢 去求的一个评估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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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求的一个评估指标 然后这个评估的指标 先保留下来 就是这个地方 比如说有个评估指标 评出来这个ARRO错误是多少 错误是多少 然后接着 那这个三重量验证 第二次地带是干嘛 第二次地带是把中间这个第二块 拿出来当作VALID的 SET当作验证级 其他的第一块和第三块 去拿去试炼 那超三数变模 超三数不变 还是为了去做 这0.1的这个超三数验证 然后干什么事呢 把第一块和第三块数据拿过来 做一个模型 然后那个模型的 这第二块验证级呢 来求一个ARRO错误 来求一个AR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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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着一次再推 最后一次地带呢 把第一次的这个 把第一块模型拿出来做验证 把第二块和第三块呢 去拿过来试炼一个模型 然后试炼一个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去评估 第一块数据 这个验证级的错误是多少 然后那最后 那最后这个0.1这个超三数的 最后的错误率 它是怎么算的呢 就是把这个三折交叉远转 比如咱们去拿个三折交叉远转 求个平均 把他的这个错误呢 求个平均 把评估指标求个平均 然后这个平均的这个评估指标 就作为了 当你选择某个算法的时候 你把它超三数 比如说学习率是0.1的时候 那这个模型 它的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就根据这个平均的这个ARRO错误来评判 那意思在推 同样还是超三数认证的话 还是三折交叉远转的话 它还 如果你还有超三数0.01的话 那它会把0.01也给你求一个 这个平均的错误率 或者平均的评估指标 那如果0.01的话 它也会求一个平均的评估指标 那这样的话 把三个超三数所对应的 三折交叉远转之后的这个 错误的这个指标呢 就会做为什么呢 就会做为咱们最终的一个 一个评判标准 就会作为选择这个超三数的一个评判标准 那如果这个评判标准是错误率的话 那当然是谁的错误率最低 谁的错误率最低 我们这边就是谁就是最好的超三数 那么一定要说些东西吗 那怎么来的问题就是 当你这个超三数选了之后 你的测试级一开始2500条用了吗 是不是没有用啊同学们 是不是你的超三数选择好之后 咱们刚才说的 你只是用到了声链级里面的数据 咱们一开始的测试技术并没有动啊 并没有动啊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之后 最后什么叫一个最终的模型呢 就是通过这个 交通验证 选择出来的错率最低的那个超三数 就作为这个算法的超三数 然后再怎么着呢 然后再来用试链级的数据 然后再来用试链级的数据 试链出一个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呢 再用咱们开始 这个在选择超三数的时候 以及在试链模型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这个测试级 再来进行最终的这个模型的这个平盘 最终模型指标平盘 能预设出来的吗 那这个好处在于哪里呢 这个好处在于 你如果有了这个CV交叉验证 如果你有了CV CV交叉验证 那你在一开始去传那个超三数的时候 就不用传一个 你可以一下子传很多个 你可以一下子传很多个 让大家学义以来举例子 你可以一下子传很多个超三数 这样它会把每个程度 全部都给你用一下 然后就可以帮助你选择最好的那个超三数 然后在最终里就选择一个模型 那这个模型相对来说就是在那组超三数里面 最好的超三数是这样的模型 然后再去得到这个测试的结果 那么就算是吧 所以说交叉验证不用 就是选择超三数的时候 通常做最多 能一下子传多 那其实说白了 说白了就是 但是在我们原来数据基础之上 咱们一般做的记忆学习呢 就会把数据区分为两块 一个试炼机 一个测试机就完事了 那如果你要加上验证的话 实际上它会在试炼机里面 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来换一个层次 在试炼机里面 再跟真正未来去做试炼的 和未来去做验证的 能力的飞动的 是这样来分的 是这样来分的 咱们刚才说了 咱们前面见过的类 除了类文里面包含CV 还包含什么呢 包含叫做Great Search 山格搜索CV 就是它的类名称叫做Great Search CV 那为啥叫做Great Search CV呢 是因为咱们的超三数传 你的这个色传 传这个超三数 往往不止一个 比如说咱们前面传超三数 比如说学习率 还有迪代次数 还有什么这个收敛的这个值 还有其他的什么这个政策 这个elfa 是不是有很多超三数啊 那实际上你的这个学习率 其中它只是一个超三数 那如果你还有另外一种超三数呢 另外一种超三数也要有三 你也超三 那如果还有另外一种超三数呢 那这个时候 它这个Great Search这个概念就出来了 什么意思 它就会把这些超三数呢 进行组合 进行组合 咱们还有两组来说 咱们就会怎么这样 它就会把这个 就算是进行一个全连接 进行一个组合 进行组合 那也就是说 它三三则九 有九种超三数 那么这个时候 有九组超三数 有九组超三数 那这九组超三数呢 它都会去带到这个地方 它进行交叉研究 来进行交叉研究 最终选择最好的力 组超三数 做到这个最终的模型 能理解说一次吧 嗯 那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东西呢 好处在于 咱们不需要 就没得到去 每次修改代码 来传递 给你理想 超三数 它自动就给你 同时算很多次 它自动给你 同时算很多次 找到最理想的那种超三数 那它的缺点 来讲 它的缺点当然就在于 既然它是做交叉研究 做几折交叉研究 那这个几折交叉研究 过程当中 它每去验证 这一个超三数的时候 它每去验证 这一个超三数的时候 它都要把这数据集呢 切分为好几种 比如说 简单来说三折的话 三折的话 它是用验证第一 开始选最后 第二次选中间 最后一次选开头 那边三次 它都要走一次 这个模型的训练 所以这几折交叉研究 它里面 这一变口的时候 事实上就来了 几次结代 懂我说一说 它内部就有几次结代 所以在医疗事实上 就是交叉研究 不会就是时间变得更长了 你需要耐心等待 因为这里面 它是为了公平 它把这个 跑了好几轮 求一个平均的一个 按照无差 懂我说一说 它有平均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实在跑好多次迭代 那讲完这个之后 咱们的这条代码 来看一下老师说的 到底是哪一部分 这个内容 那咱们前面在讲 这个逻辑回归的时候 是让我们碰到了这个代码 嗯 我们在讲这个 这个冤枉化数据集的时候 嗯 我们找一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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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代码 事实上这个代码 在开始的时候 前面这些 没有的不太坠述了 前面是导入这个 呃 导入咱们弄的 是导入咱们这个 运用化数据集 然后下面是取它的数据出来 啊 然后接着干什么事 要接着这个地方 我会一个代码 稍微的改一下 把这部分打开 然后这个地方呢 打开 然后这个费呢 用它来做 用它来做 好 那这个代码跟刚才有什么区别呢 啊 我先恢复一下 在这一行 嗯 之前咱们是这么做的 我把这个往下做一下 嗯 咱们之前就是这么做的 就是说咱们是创造一个 没有这么一个模型 有一个分类器 然后呢 有一个分类器 我们直接用这个模型分类器呢 去费一下我们的数据 去费一下我们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 这个罗技回归的超三数 实际上咱们这里面 可以传这个超三数 然后呢 它也会用一些 它默认的这个超三数 对不对吗 嗯 那这个时候 其实你如果想改这个超三数的话 你当然可以在这个地方 去传这个超三数 是多少 就学习率比较是多少 你可以在那去传 嗯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你这个学历在开始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传多少比较合适 那可以怎么去做呢 合格上推下方 但是呢 这个地方你可以先创造一个字典 创造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 里面 这里面有两个超三数 一个是tol 这个是稍微的预值 10的负4次方 10的负3次方 10的负2次方 然后这个是c c是什么东西 就这个t 这个字典里面 为什么这个t是tol 为什么这个键是c 那其实这两个名称 都是跟文化会 这个类参数对应上的 好 那我们tol 就不说了 是收敛的这个预值 默认是10的负4 还有一个c c 我们会看到c 默认是1.0 它什么东西呢 inverse of the regulation stress must be a positive float 这个smaller value specify strong regalization 这个regalization的词 大家可以记住 它叫正责化的意思 那也就是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 推荐能力的 那它说这一点就是这个值越小 c这个值越小 就会有更强的一个泛化能力 所以那你到底把这个c值调到多小 你这个还能在一个程度上保证这个模型正确率 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可调一个超参数 对不对 那这里面这个 我们可以去创建这样一个字典 然后让这里面的参数呢 不单单传一个值 我们可以传个列表 你发现我们可以传个列表 那这个时候这个列表 在哪里可以去用起来呢 这个列表不是传到我们这个类里面去的 而是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去用一下 regalization cv 那regalization cv 从哪里来的呢 regalization cv 大家可以看到是从 Istander 你看下面一个模块 叫model selection 这个模块里面 可以去导入进来的 因为它是对于模型进行选择的 选择它那最好超参数用的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是让它从这个模块里面来 也是很说得通的 然后接着regalization cv 里面第一个超参数 要传谁呢 第一个参数要传谁呢 第一个参数要传就是 你要对哪样一种算法的模型进行训练 那这个叫我们把能够 这次request这个模型传过来 第二个地方 意思就是说 你要去选择的超参数有哪些 那这个地方它叫做字典 所以咱们上面这个字典 parameter grade传进来 然后最后的超参数 还有老师我说 不用了吧 你里面去选择的时候 你用几个交参严重 对不对 就这样写三个三个交参严重 好 那这个时候就训练了吗 没有 这个时候它只是去创造了一个逻辑 只是创造了一个对象 grade search 那这样去训练的时候 你得把这个grade search呢 去fit一把才可以 那刚才咱们没有改之前 这个逻辑合规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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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因为这种自由的逻辑约或规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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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 用到的这个螺化数元 它只会办的事是把你X所有的数据 而且这里面你传多少数据 它就会把所有数据拿过来 虚栈었어 提起人提出下降 当然还需要用Y 提起人提出下降 然后去找到最好的一个模型 那这一行这样来做的话 所谓的找到最好的模型 就是我们的模型 很好的你和你已有的数据 很好的对你已有的数据进行了分类 那么一分之吧 那这个数据就容易过你和 容易过你和 那你的超参数也不好选择 因为你的超参数现在就是默认的 它的超参数 你也不知道这个超参数到底是不是最好的 没准你强下这个超参数 这个模型效果还能更好呢 对不对 那你现在也无从可知 那那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下 这个对象 当你选择了设计 这个对象去费的时候 它会在内部干什么事情呢 就留着大家心里 其实多少人该知道 它会把这x数据集 切分成几份啊 三份吧 然后他会把其中两份作为 训练 他把一份作为测试 对不对 然后他就去开始给你组合超参数 比如说开始组合第一种超参数 这种超参数 然后去判断这组超参数 它训练出来的模型 分别它要算几个I用呢 算了三个I用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 咱们是说了三个I用吧 然后这组超参数 手机要算一个模型 它的I用它要求一个平均 三分之一 这个地方EI 然后I等于1到3 它要求一个平均值 作为这组超参数的模型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那下一次呢 就这个费的其实还没有完 费的下一次要干什么去呢 下一次他要再选择一超参数 比如说排列组合 再来一组超参数 然后还是把X数据集 切分成三分 两份作为一件咒 两份作为训练 一份作为一件咒 然后去干嘛呢 去迭代三次 每一次的时候我求的一个I用 每一次求的一个I用 然后去平均 求的一下它的平均的这个I用值 这个我就快速来写一下 求的一个平均的I用值 然后这个I用值就作为了这一组超参数 它所对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然后循环往复 依此类推 所以这个fit直到什么时候才会玩呢 直到把所有的超参数的排列组 全部都交参验证一遍 那这个fit才完事 当然全部交参验证完一遍之后 它还要比较 它要比较 最终来自超参数所出现出的模型 那I用最小 然后这个果然色彩这个对象 就包含最优的模型 就这个果然色彩这个模型 里面就包含的是最终 用的最好的超参数 虽然出的模型 跟我说一看什么 用的最好用的虽然出的模型 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当我们用 确认算CV的费的之后 也发现它的计算时长变得很长 因为它这种迭代数变得很多啊 但那好处在于哪里呢 它的好处在于这个 它的好处在于你下面去使用的时候 它这个预测可以变得更准一些 它的预测可以变得更准一些啊 比如说这个点 我们下面就可以不用去损了 这个水关系了 我们就可以去用轨色 确实就刚才我们室内的对象 直接去predite的proprietly去predite它啊 然后可以打印出里面的模型 打印出里面的拮据 然后最后这边一样 可以用它一样可以去替换来预测能力 较少认为他们啊 所以实际上这里面就是这个 然后上面这一小段呢 实际上是自己写了一个report的函数 这一段呢大家回去自己去看就行了 老在这里去讲了 这个没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把报告的结果给打印出来 就看一看这个 看见什么呢 看见咱们帮我懂 哪组超三数 它的这个模型是最好的 它的验证的这个分数最高的 然后打印一下 看看这个 这个哪组超三数是最好的 但是这里面我们把这个莱志兴一下 这下一个又一件莱志兴 没有 打印的到底很多 这个 啊 这打印东西太多了 我把这不相关的打印都先住掉 这些破案达印都没什么用 现在 那这个破案达印也没用 然后 直接打印报告 这个 OK 好 OK 我们再来一下 OK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什么呀 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 这个 国内的设计 CV TOOC0.05秒 他花了0.05秒 说9 Tenny Tenny 这个时候后 就候选人的意思对吧 他就候选的这个超参数 做了一个这个时间的计算 接着这个排名第一的最好超参数什么呢 是当C是0.8的时候 Tenny 是0.01的时候 他的验证这个准确率是 百分之一点三 百分之二一三 那这个时候谁是最好超参数的 其实是让你心里就清楚了 你这个超参数是最适合你这个算法和这个数据的 就很方便 就很方便的啊 那下面的话有个排名排第一的 变定第二的 有哪些啊 变定第二有哪些啊 把前三个给输出了 实际上这里面总共有九九个候选的这么一个超参数 原因就因为这个地方三个三个三分多九九九九走对不对 嗯 九走 然后最后呢 他不影响咱们这边的模型的使用 他完全不影响这边模型的这个打印这一大串什么东西 不可以啊 这个打印这一大串是 这一面是报告 啊 我一次你有看 这个这个我把这个测试机给打印出来了 这个没什么用 我们这边往下 然后这个是用什么呢 这个是用这个轨连色尺这个对象点口飞生西 实际上这边干净什么事啊 实际上这个地方实际相当于就是在输出我们的一个预测结果就对吧 他同样可以跟咱们的轨连色尺一样去输出一个这样的预测结果 然后下面这个红这个红色意思就是说什么的 这个红色意思就是说啊 他这个地方实际上呃 呃没有什么的没有这个这个这个口啊他这里面没有啊这个轨色实际上他里面没有这个单数值那我下面这个这个想买单数值打印出来是还没有打出来那这个地方实际上他打印的是这预测的这个结果啊这个轨色实际上他封装应该不是口飞生西应该他要取模型本身的话应该是 felt inhabitantsbsl esper period equipment mask spot OME» 应该是这个动作?? 啊 比如说这里 blement best estimate 看呀 裆母闪 what i 啊 eu besser l a bel 身上 会成oths 可以叫这个模型啊 实际上这里面我们要建筑到一个最好一个best parameter 叫best estimator 我买这个来 你打一下看一看啊 下面的 论记这个打有没有意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最好那个模型啊 那他把这个模型的锁定的这个超参数呢 全部都给我们打印出来了啊 这个这个他们这个最好超参数给我们打印出来了 他们这个最好参数给我们打印出来了啊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啊 呃前面这边是预测 然后这个是前面还是一样的这个盘序 还是一样的这个盘序 你看呢他第一次的时候他会发现0.8和0.01配合不错 那第二次的时候他会发现0.6和0.01配合不错 实际上这里面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里面的交叉验证这个地方 实际上他每一次来切分三块数据的时候 他并不是按照数据来切分的 他确实是随机随机来抽出平均的三倍 那你说这个呢啊 所以实际上他每一次的这个结果不一定一样 能理解吗 就如果咱们说咱们第一次做的时候 那你就是按照顺页切三份 那你第二次的时候你按照这个顺页切三份 那肯定这个结果严育实距一样 那他这个就这样验证 他实际上他这里面三份是随机来抽的 都摔摔了 随机就每次切割的三份随机来切的 所以这里面可以很好通过鬼色CV来求的一下这个最好超三数 然后同样可以去打印这个模型 然后同样可以干什么事呢 同样可以去这个做一些的预测和分类的事情 都说一次吧 而且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交叉验证的鬼色CV啊 他可不单单是对罗维育会有用 就这个地方那个超三数你可以传任何一种模型都行 你传任何一种模型他都能来给你去抽最好的超三数 所以就是说这块CV这个东西很有用 很有用 这个这个是做 评估这个超三数的时候很有用的这么一个 一个通过指标 那这边评估的这么一个方式包含这么一个类 都说一次吧 ok 好那这个地方 还有就是在面试的时候 如果别人跟你聊到记忆学习 别人问你啥是交叉验证啊 实际上这可是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啊 这就是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就是什么是几折交叉验证 那一般主要像咱们在做的时候会用几折交叉验证呢 一般其实三折五折交叉验证就够了 你像这里面写的十折交叉验证 这个就算太夸张了 一般用到这么多折 都说一次吧 一般几折三折五折就够了 一般三折五折够了 好 这个地方呢 咱们先到